而为了要迎接喊病天使杨玉昕到立法院报到成为立委新生啊 那么立法院呢首度的搬出了移动式电动升降机架在大门口 立法院的一场只要有阶梯的地方呢 连无障碍斜坡都铺上了红地毯 立法院的无障碍设施大体检杨玉昕表示满意 喊病天使杨玉昕在立法院长王津平的见证下 体验立愿无障碍设施 迎接杨玉昕宁愿首度出动移动式电动升降机 从立法院门口到一场门口 连无障碍斜坡通通铺上红地毯 很期待然后很希望我们未来的服务 真的能够帮助到这些弱势的朋友 然后也我自己最需要就是快速的学习 顺利做的轮椅一路从大门口进入一场 不过这可不是杨玉昕第一次来立法院 为了今天的报道 杨玉昕本人和助理已经五次到立法院 反复检视适用无障碍设备 就是要让今天的报道一切顺利 算是相当的完善 在旧的建筑里面可以改造成这样子 我觉得已经很便利 这里就是杨玉昕委员的新办公室 未来会依照他的需求 打造最适合他的无障碍空间 目前也就是走到空间过于狭小 轮与回转空间不足 还有带专业设计师重新设计 不过杨玉昕希望加入的未还委员会 已经准备好了 未来杨玉昕只要一下车就可以经由无障碍 坡道直接进入群贤楼到未还委员会开会 不过各个会议室门口党团办公室的门槛 这些逐一浮现的小细节还有待改进 更为伸仗者前进立愿的先锋 不只要为伸仗者谋福利 还要拟贫这些阻碍 中日新闻朱建伟 陈乃鱼 SNG小组 台北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玉昕